Hello 大家好 我是油油果 其實很多人問過我 英國的幼稚園老師的 paper work 多不多 平時有什麼文件要做 寫教案或者做評估用全英文會不會很難 今次就用我在這間英國的 nursery 做了一年的經驗 來和大家分享一下 寫主題那方面 其實英國這邊有個主張叫做 in the moment planning 即是在當下那一刻才 plan 活動 我感覺就有點像以前在香港的 project approach 有個主題 但會因應小朋友的興趣去發展不同的深度 現在我在教的 preschool 有全年的主題內容 每個月的主題有 還有每個月要focus的 phonics 顏色、數字和 shape 還有每個月都要focus的 ground roots 以九月為例 課程設計了 all about me 這個主題 給剛剛升上 preschool 的小朋友 內容有 all about me box my portrait,my family 老師就會因應這些內容 在circle time的時候帶出課程內容 當然circle time的時候都會因應小朋友的興趣去加 或者減課程內容 因為大部分小朋友升上 preschool 他們的 ground rules都是一些比較 basic 例如用 indoor voice walking feet 或者 gentle hand tidy up 等等 每個月都設好了主題 其實需要不需要寫教案呢? 我這間院就不需要的 不過我們 preschool unit 就會做一個環境設計的 planning 例如每日小朋友玩沙玩水會放些什麼元素進去 每日逃工會做些什麼 每日的garden time會額外放些什麼給小朋友玩 focus的體能活動會做些什麼 其實這些plan好了的活動 主要都是看一下小朋友的能力發展去到哪裏 從而設計一些更加適合小朋友的活動 我的英文不是很好 其實都可以應付到的 除了科室環境佈置的planning 還有一些我們叫做individual planning 是針對每個小朋友發展的強弱 設計相應的活動 是每個小朋友要寫一項的發展活動 例如becky是一個商語的小朋友 她是說西班牙話和英文的 她有些英文的terms不太懂 我們就可以設計一個在circle time的活動 去讓becky在circle time的時候 用英文介紹自己 或者介紹她的家人 她喜歡吃的東西 這就是針對這個小朋友 去設計的individual planning 剛才說過其實plan了的活動 是用來評估小朋友的發展 那其實是否需要做評估呢 答案是要的 每年一次的parent evening 我們會因應EVFS的development matters 的七大發展範疇去寫評估 下面有link可以click進去看看 如果你未找工作或者準備去見工的話 其實都強烈建議你先找書 因為一定會問知不知道 prime area是哪幾個啊 EVFS的development matters 有哪幾個發展範疇啊 說回寫評估 評估呢不難寫的 用這個psed來做例子 對啦 三至四歲的小朋友 will be learning to remember roots without leading an adult to remind them 如果那個小朋友做到 我就會寫 Becky is able to remember ground roots in the room without leading teacher to remind her this can be seen during the eating time Becky says thank you when her friends pass her the plate says please when she asks for some more water 其實都是看著development matter 再加些例子 這個是上手老師教的 如果大家都知道有其他方法 正在用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今次的內容就差不多了 大家覺得有沒有需要再詳細些 分開講planning或者評估那些呢 如果你們覺得有需要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是牛油果 下次見 我們會見 觀眾朋友 見 They 應會 欣賞 對 人 有